第1071集 这些舞者的实力不算太高 对于叶辰来说完全造不成威胁 叶辰 你竟然还敢出现 其中 凶魔宫一名河道境初期的舞者直接开口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还敢站在他们身前 我有何不敢 叶辰戏谑的眼神看着凶魔宫弟子 现在河道境初期 在他面前完全不够资格 既然你还敢出现 我就让你死 凶魔宫河道境初期的弟子 拿出一顶战刀 骤人之间冲向叶辰 叶辰看到这一幕 嘴角一缕冷笑 随后爆发体内的灵力 一脚直接踹出去 无尽狂风席卷 这一脚下去 毫无征兆地落在了对方的胸口 一股恐怖的力道袭来 直接让对方吐出一口血水 整个人的身体倒飞五米远 最后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上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叶辰冷笑一声 火龙体内精纯的能量 一部分在他体内折服 刚才那一脚 直接爆发在体内折服的能量 在一旁看着的混元镜舞者 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夜沉太恐怖了 这一刻 所有人全部都被吓到了 这可不是混元镜 而是货真价实的合道镜 什么时候 刚跨入混元镜的蝼蚁 能够一脚把合道镜给踹飞 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但事实却又摆在这里 容不得他们不相信 这一刻 所有舞者 额头上面冒出冷汗 夜沉能够秒杀合道镜 他们这些人 恐怕还不够夜沉一个人杀 此刻所有舞者都想着逃跑 这夜沉完全就是一个杀神 谁敢跑 我第一个杀谁 这个时候夜沉一句话 谁也不敢乱动了 他们可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他们来妖圣秘境 可是寻找机缘的 而不是来作死的 一句话 在场的五名混元镜 没有一人敢动 他们也想要鱼丝网破 可是连鱼丝网破的实力都没有 只能够让夜沉 单方面碾压 你们把妖圣秘境里面的事情 都和我说一说 夜沉现在两眼一抹黑 根本不知道 妖圣秘境的事情 现在他最主要的 就是了解情报 大人 我知道一些 妖圣秘境里面分四处区域 我们分为春夏秋冬 目前在的地方就是夏地 不仅如此 传言还有一处地方从未开启过 那是妖圣传承所在 只不过一直没有开启过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名混元镜舞者穿着并不太好 一看就知道是散修 手臂上面的小黄点是什么 夜沉伸出手臂 他的手臂上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小黄点 那名散修看到夜沉手臂上面的黄点 脸色轻微一变 大人 这 夜沉拿出混元仙剑 一剑挂在他的脖子上面 说 要不然现在死 夜沉可不想和他们在这里浪费时间 那名混元镜的散修都快要哭了 直接跪在夜沉面前 大人 这个东西叫真命点 在妖圣秘境快要关闭的三天内 真命点最多的人 据说才能笑到最后 这件事在妖圣秘境里面根本不是秘密 不仅猎杀这些稀奇百怪的怪物 能够获得真命点 哪怕杀人抢夺真命点 也是可以的 夜沉看了一眼这名散修的胳膊 发现只有一个小黄点 大人 我就只有一个真命点 你看 此刻这名混元镜舞者 都快要哭出来了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 他们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猎杀了不知道多少赤焰巨人 他们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收获 你这一个自己留着吧 夜沉对于一个真命点 他根本都看不上 走 听见夜沉的话 那名混元镜舞者急忙磕头 他现在只感觉在死身镰刀下走一圈 大人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 另外几名混元镜舞者苦涩一笑 本来以为一名河道镜舞者能够解决掉夜沉 谁称想 头击不成十八米 你们 都留下吧 夜沉嘴角冷笑一声 拿出混元仙剑 抬起手臂 一剑直接斩出 这些人全部都是和他有过仇恨的宗门 或者家族 并且刚才爆发出极端的杀意 夜沉怎么会留着他们 一剑下去 直接穿破他们的身躯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杀掉这些人 夜沉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发现真命点多出不少 这些散修能够跟在这些宗门弟子身后 恐怕也是因为把散修当作肉盾 有什么危险 先让散修过去 到时候好处自然是他们的 至于散修的死活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夜沉拿走这些人的混元仙气 转身就离开 整个妖圣秘境 除了散修 不知道多少是他的敌人 不做好万全的准备 到时候怎么死都不清楚 收拾好一切 夜沉转身离开 不过他没有看到 离开以后 这些尸体的血液流入地面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路飞奔 夜沉看到不少舞者的尸体 很多都不是赤焰巨人击杀 基本都是人类舞者杀死 在这里人命最不值钱 一路上夜沉也遇见三个赤焰巨人 不过全部让他斩杀 又过一日 夜沉发现没有任何收获 便紧闭眼眸在一棵巨树下 运转神魔轮回绝 突然他眼眸睁开 显然发现了什么 向着北面扫尸而去 一男一女身受重伤 向他跑来 这位大人 求你救救我们 这两人一看就是道理 衣服也没有多么华丽 应该是领舞大陆的散修 两人的实力都不高 只不过有混圆镜七层天的实力 在妖狮秘境里面 根本不够看 夜沉本来不想多管 毕竟别人的死活 和他有什么关系嘛 只不过看到两名散修身后 竟然是凶魔宫的人 他的身上开始泛着冷意 你们两个能够跑到哪里去 把你们身上的真命点 和那个东西交出来 两名凶魔宫弟子杀意滔天 身上泛着浓重的血气 显然杀了不少人 夜沉听见两名凶魔宫弟子的声音 嘴角一缕冷笑 眼神里面充满了不屑之色 下一秒 紧握手中混圆仙剑 嘴角喃喃低语 岁月杀剑 尸剑法则的力量 在他体内疯狂地涌出来 一剑在这一刻 轴然之间斩出去 两名凶魔宫的舞者 整个人的脸色大变 本来还嚣张的模样 早就吓得惊魂失色 这股力量目前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完全不可匹敌 在他们快要死亡的一瞬间 终于看见夜沉的面貌 这一刻他们才明白 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死在夜沉手中的混圆境强者 都不知道有多少 两个人的身躯瞬间爆炸 化为尘埃 这位大人 多谢 这个时候 散修道旅来到夜沉面前轻微一败 不用 面对两个人的道谢 夜沉根本没有在意 他本来也没想救 只不过因为修魔宫弟子而已 这位大人 我们两个人能不能跟随你 他们混圆境的实力 在外面还算凑合 可是在妖圣秘境里面 他们什么都不是 夜沉眉头一皱 他可没有想着让别人跟随 两个人似乎看到夜沉的顾虑 急忙开口说道 大人 我这里有一枚浑果 男子拿出浑果之时 眼睛里面是一抹肉疼的神色 夜沉看了一眼 微微一正 魂果能够增强神魂之力 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我现在杀掉你们 依旧能够得到魂果 何必带着你们两个累赘 夜沉眼神里面露出一丝 很辣的神色 两个人脸色一变 咬着牙开口说道 大人若是想杀我们 自然不是您的对手 不过 我们宁死也不会让大人得到魂果 我等虽然实力卑微 但也有自己的骨气 听见他们的话 夜沉笑了笑 开口说道 跟着我没有问题 只不过我的仇家很多 夜沉深知自己对秘境了解的不多 而这两名散修 敢强行闯入这个秘境 必然做足了功课 留在身边对他也有好处 大人你放心 我们夫妻可不是枪头草 在前方就有一棵魂树 也是因为魂树的原因 我们才被修魔功追杀 夜沉和这一对道旅一路交谈 也知道了两人的名字 一个叫王倩 一个叫陈锋 这两个人是05大陆 最卑微的散修 没什么背景 据陈锋口中的魂树 不是太远 三人很快就来到他说的地点 在一处山洞里面 夜沉三人在山洞外面 一处隐蔽的地方 发现两名核道镜强者 驻守在山洞的外面 这两个人都是修魔功弟子 少主 现在我们怎么办 里面还有核道镜中期的强者 夜沉嘴角冷笑一声 随后开口说道 我们在这里守株待兔 魂果自然有人去摘 他们只需要在外面 等着就可以 到时候 自然有人把魂果送过来 听见夜沉的话 陈锋两个人轻微点头 现在他们一切以夜沉为首 夜沉说什么 他们去做就可以了 你们两个人埋伏在周围 我要布置一下 我优优独播剧场的